原标题 梦露VS巴多 欧美两大性感女神哪个是你的菜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 这两个名字始终是性感 的代名词 玛丽莲梦露 Marilyn Monroe 和BG巴多 British Bardo 他们都曾征战银幕 以交好的外形著称 两人并称当时西方流行文化中 知名度最高的性感偶像 然而 两人的命运又有诸多不同 除为梦露 梦露原名洛马俭莫泰森 Norma Jean Morton 1926年6月出生在洛杉矶 母亲格兰戴斯皮尔贝克 Gladys Friot Baker 是一名任职于 哥伦比亚营业的副片剪辑师 生父则身份不明 不幸的是 由于母亲格兰戴斯 不论经济上 还是精神上都未对梦露的出生做好准备 导致梦露出生后 不久就被送进了寄养家庭 1934年1月 格兰戴斯被确诊患有精神分裂症 不得不被送进医院 余生都极少和梦露联系 除为梦露 梦露的童年辗转于工儿院和寄养家庭之间 1942年6月嫁给了邻居的儿子 这是她的第一段婚姻 婚后 梦露一度在工厂工作 1944年 她得到了一名在工厂车间里拍照的摄影师的赏识 自年1月开始成为一名职业模特 1946年8月 梦露得到了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的合约 并取了玛丽莲梦露这一名 她的电影失业很快就开始了 但没有太大起色 直到1950年 她才在荧幕上取得突破 同年参演了六部影片 在演艺生涯里 梦露尽管经历过不少挫折 但她的影片票房反响大多相当初次 她的性感形象早已深入人心 从1953年起 她就是好莱坞最卖座的演员之一 但法斯生活着 梦露的感情经历极为坎坷 有过三段以离婚告中的婚姻 曾是美国前总统陈尼迪的情妇 此外她身受烂用药 物等问题的困扰 1962年8月 梦露在家中去世 十年三十六岁 官方宣称她死于自杀 服为梦露 比起梦露大起大落的好莱坞生活 必及巴督的演艺生涯相对平淡 她于1934年9月出生在法国巴黎 一个中产阶级家庭 母亲经常出入巴黎的上流社会 拥有不俗的艺术品位 在母亲的影响下 巴多年近五岁就开始学习芭蕾舞 1949年开始 应邀担任时装模特 15岁时就登上了法国顶尖时尚杂志的封面 并获得了法国电影导演 罗杰瓦迪姆 罗杰瓦迪的注意 1952年 巴多初登银幕 被誉为时代之星 1956年 瓦迪姆以自己的处女做上帝创造女人 将她捧至起演艺生涯的巅峰 她被誉为一代性感女神 成为国际巨星 但这部影片问世后 巴多结束了和瓦迪姆的婚姻 两人婚后仍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在60年代 巴多先后参演了多部影片 其中包括了著名导演张吕克戈达尔 Fellaggard的作品 1970年 他宣告西影 其后再未付出 在私生活上 巴多先后有四段婚姻 其中三段已离婚告终 第四段则从1992年直至现在 除了婚姻外 巴多还有过各种浪漫绯闻 吸引后的他选择成为一名动物保护主义者 直到现在仍有性感小猫的美誉 徒有为巴多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